把原住民生活中常见的竹子做成乐器 搬到演艺厅的大礼堂 泰雅学堂的孩子做到了 这场由国际福伦社主办的 2019福伦传爱大坝天籁慈善音乐会 最近在新竹市演艺厅举行 孩子们拿出最具有泰雅文化的乐器及表演 为台下的观众带来耳目一新的全新感受 泰雅学堂事实上在新竹这个地区 尤其是我们泰雅族给了我们孩子老师们 还有族人们非常大的鼓励 孩子们透过找回自己的自信 找回自己的传统歌谣 找回自己的文化价值 还有跟祖林沟通的方式 我们带来了孩子们泰雅族们的骄傲跟信心 我相信透过歌声我们可以把泰雅人的骄傲 还有我们文化的美丽 不仅仅传达到台湾 也传达到全世界 这场表演不只有泰雅学堂的青少年合唱团 也包括了泰雅之声合唱团 立马生活工坊男咸天父子联合演出 呈现了包括国内国外原住民传统曲风等多元的跨界表演 更重要的是演出与赞助所得 也将用来支持泰雅学堂作为原乡孩子音乐教育的培育基金 透过这个节目的举办 希望我们佛人社能够替原乡的朋友们来做一些实质上的一些的帮助 让我们协助他们做一些我们佛人社应该做的事情 我们能够做的事情最要紧的 这是一场非常棒的音乐会 那去年因为透过台北市南亚福人社 他们有捐赠了乐器 孩子也在这一次成立了乐团 短短的几个月内 他们有很好的成果 他们将展现他们的原来的原生的天籁美音 呈现给所有今天来参与的与会贵宾 这是一个非常棒的开始 那也请大家一起跟我一样 做个快乐的佛人人支持泰雅学堂 透过音乐教育泰雅学堂带领孩子们学习 以及挖掘原乡孩子的音乐天赋 而有了音乐演出的舞台 更让他们有了被社会看见的机会 也可以得到更多资源 帮助更多的偏向孩子 得到完善的教育与成长机会 开破新竹林彦斌采访报道